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说新闻一定自由传媒 一定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苹果和立场很明显和北京想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是互相对立的 他要揭露一国两制的虚假性、欺骗性 这些线板都不是北京的需要而是西方的需要 我认为北京和特区政府是不会 欢迎大家收看《系斯对话》继续是威威和施老板 施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这一排香港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苹果日报 宣布结束 其实我看到那些网民就是 forward我们之前 我和你做的访问 forward来 forward去 说到好像刚刚你说的东西 其实大家看看日期是十个月 差不多十一个月前 你做的一个预测 当时我问你黎智英再次被捕 苹果会是怎样 会不会再次倒闭 有个大问号在那里 那你就说 那看看中美关系 如果是比较紧张一点的话 其实都难做下去的 这个就是你的conclusion 这是十个月前的 不是你就他一个很fair的conclusion ok今天我想的话题 我是想这样做 一个你自己是一个AM730的传媒老板 那你一个对手竞争对手 有一个苹果其实是很强劲的竞争对手 苹果倒闭了 立场新闻有几篇好一些专栏 将来都要抽起 接着有几个是董事都要辞职 是不是对你一个传媒老板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纯粹是business生意的角度来讨论的话 其实这两个媒体 都不是很纯正的传媒来的 传媒现在本来是公器 它某种程度 即使不是个人私用的 都是已经给政治力量 拿来做他们的工具 那才落日这样的景地 就是譬如苹果 它本来是一间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有很多小股东 苹果其实几年前已经是收支不平衡 整个亏损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出现资金不足 一种就是贷款 一种就是发行生股 摘资 那苹果如果它自己说很多小股东 很多读者都支持它 它就应该发行生股 但是实际上它是没有发行生股 它是靠黎智英私人借钱给公司去运作的 这个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做法 有些上市公司小股东 即使不赚成责资 它都会发行生股责资的 那到时就看谁有兴趣就买新股 到时不买那些就会被贪薄的 那现在黎智英真是利益那些小股东 它自己的银钱它去冒风险 因为我相信跟银行借不了 责资也责资不了多少 那变成了用它个人的钱去维持苹果运作 这个已经是超出商业营运的需要 这个是黎智英自己对这份报纸 有它自己的political agenda 就是它有自己的编排 这张报纸要扮演 它想扮演的政治角色才会这么做的 就是一张传媒本来如果它能够保持中立 它才可以客观地报道 等信息给市民掌握 但是实际上苹果是很态度鲜明 就是立场先行就是很多报道评论 都是带有政治立场有很强的偏见在里面 那这个其实已经是失去一个能够公正地 就是持平地报道客观事实它的功能 所以我说苹果不算是一张纯正的新闻报纸 而是成为一个政治工具 就是有时候会号召别人游行 印刷的 比如头版就变了一张标语 也是变了某一种 推动某种政治工具 那这些这样的行为在全世界 都不会容许一个传媒这样做的 那我自己看的 新闻自由不是在所有时空下 所有环境下都必然存在的 只有在相对和平的年代 国际冲突没有那么激烈 在大家都认同某一种政治体制 勒献理念的基础上 才有新闻一定的自由 如果两军对立 如何容许对方的媒体 在你自己的地方有新闻自由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德国纳税那些宣传品 报纸 难道会给它在欧美其他地方报导 你连存在都不给 不要说自由 你南斯拉夫那时候 中国领事馆被人炸 因为里面有个电台在里面 所以在战争时期就没有新闻自由可言 南北战争 北方胜利 那支持南方那些报纸 传媒物 全部要铲起 你即使现在在苹果斟针之前 美国才说 将整30多间伊朗背景的那些网媒 不让它运作 不要说是跟伊朗那么大差异 你只是川普下台之后 说Twitter Facebook 都封了它 它的户口都不能用 所以不是一定传媒自由 是所有地方都存在的 在一个政治体制 刚刚成立 那个建制未巩固的时候 通常都未必容许这个 传媒完全自由 即是美国在二战后 苏联阵队刚刚成立 好像冒星的时候 美国都很担心的 当时麦卡锡参议 完成了一个委员会 专对付非美活动 即是非美国利益那些活动 它就会去调查 去排斥 查理策略令 都被看成是对美国不利的 被逼流亡去到瑞士 所以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说 新闻一定自由 传媒一定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尤其是在国际关系 比较冲突得严重的时候 对对方的传媒一定是有所限制的 你刚才说的 苹果和立场很明显和北京 想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是互相对立的 北京就是要香港回归 顺利回归继续扮演 它的特殊功能 也都向台湾起示范作用 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两份传媒 是对着干的 它要揭露一国两制的虚假性 欺骗性 令到一国两制无法在香港落实 令到台湾对回归采取负面的态度 这些下半都是不是北京的需要 而是西方的需要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北京是不可能容许这些对着干的行为 是长期存在的 就是如果你是伊斯兰国 你想在美国 成立一个媒体去宣扬伊斯兰国的理念 因为美国也第一时间禁止了 那所以不只是传媒自己怎么说 我应该有什么自由 也都要看那个建制 怎样去认同这个传媒实际上 在那个制度上在起什么作用 如果它在起破坏作用的 是没有可能让它存在的 那这个实际上黎智英或者立场那些主事人 不是不知道的 就是它其实去冲击这个底线 对香港本身没利的 对香港的传媒运作的空间都没利的 因为它们这个冲击 就是我之前说是没有可能叫北京让步的 尤其是当中美矛盾越来越严重 中国发觉做什么都争取不到西方接受它的时候 它就不再投鼠忌器了 就是中国之前做这么多让步 目的都是香港一个就是香港可以顺利回归 一个就是香港可以扮演它那个超级经纪人被西方经济体系接受的功能 另外就是扮演对台湾起一定示范作用 那么这三样东西都被破坏了 那么它还做来做什么呢 另外它已经看到只要中国继续冒起 中国做什么美国都不可能接受它的时候 那么它就不再投鼠忌器了 就是如果美国还会有一定的特殊地位给香港 就是会给香港扮演一定的经济上的角色去支持大陆的发展 那就可能还会作一些忍耐 但是现在看来的机会没有了 那么它没有东西换得到 那就不再忍这些东西了 明白 其实立场新闻没有说执行的 立场新闻只不过有几个董事辞职 六个董事辞职 然后五个开始有些文章不会再出现了 你觉得立场新闻 但立场新闻照它原有的方式扮下去 都迟早落入苹果一样的地位 他们一样是努力结束共产党的专政 将中共描述为邪恶政权 所有内地发生的事情 它都是用一个负面的态度去报道 就是它是赚在美国的需要 多于赚在中国的需要 甚至不是赚在香港人的 基本利益的立场去说话 那当然无论中国政府 特区政府 任何一个建制都不会容许 这样的媒体在它下面运作的 明白 如果譬如它不走 就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立场是知道 不能再这么走下去 所以它有一些董事辞职 有些文章不再 所以它一旦改变了它这个方針的话 它就OK会继续存在 这个是你的说法 它现在只不过将那个要负责的人 降得最低 就是香港就是一间公司的行为 董事会要负责 现在那些董事会的成员 他们的政治立场 各自有一定的差异 他们未必去到这么激 那它看到 哇 苹果里面一些负责人 会惹到这么严重的问题 其中有一部分人 可能不想去惹那么多麻烦 还有他们那个有些出来是被人 就是拉了出来冲餐场面的 我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没有参与日常运作的 那如果立场当时拉它出来 觉得他们都不会有什么事的 现在发觉他们会有事 在责任上也要提醒它 你做下去将来可能出事的 尤其23条如果立了法之后 可能管得更加小的 那他们离开是正常的 但是以我观察 立场以前作的表现 其实它对北京 就那个不是纯粹理性的 因为它已经是情绪上 是跟北京势不两纳的了 是很难调回头 或者改采取相比平和一点的路线 我认为他们变 都是变一些具体的言辞上 尽量想避免直接被人构成 不违反国安法 但是这个生态是不是会变呢 我自己看就未必了 而除了我看没用了 我又无权无势 应该是估计一下北京怎么看 特区政府怎么看 我只是做一个客观的评估而已 所以我认为北京和特区政府 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哦 我又知道我们这个影片的title 多谢你师傅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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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